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恩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个性海报的特点 以及它的一些用途 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 我们开始学习海报的组成元素 首先呢 让我们打开Elas Trader这个软件 在这呢 有这个 一些海报的组成元素 大概分为商品图 背景图 主标题 副标题和正文 这五项内容 然后在今后的课程中呢 我们也会针对这五项课程呢 然后每一节课呢 讲它们其中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商品图 是怎样的去选择 怎样的去变换 然后背景图 是单纯的一个颜色 还是渐变 或者是一些图形图像 接下来就是这个主标题 以及副标题和正文的一些部分 那么它们这些部分呢 是怎样的一个构成关系 这两个课呢 我们先笼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个组成元素 在这里呢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称之为是商业海报 毕竟我们将来要做这个海报设计的时候呢 面临的呢 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些商业海报 所以呢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商业海报 给大家去分析去讲解 商业海报 那商业海报 设计的时候呢 其中的元素呢 第一个元素呢 就是商品图 主要呢 设计哪款产品 图出哪款产品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参考第一张海报 放大 然后同学们看一下 那么很明显 它是卖这样的一个快餐 套餐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图 要突出的 或者说会告诉消费者 我是做什么的 销售什么的 有了这个产品图以后 其次呢 是这个背景图 背景图呢 设计海报的主要背景颜色 以什么颜色为主 那么我可能是 假设是早餐 或者说是这个下午茶 可能所要用到的背景的 感觉呢 都不一样 都是不同的 经过一个 细微的 小的一个方面 可以判断出一个设计师 他是否就是热爱生活 因为热爱生活的人 都是洞察力都是比较强 他会观察的很细致 所以在他的设计中呢 也很细腻 那么有可能这个 据我的一个分析 可能更多的是早餐 因为这个颜色呢 比较清淡 背景色呢 是比较清淡 然后这样呢 能更好的烘托出 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 第三个呢 就是主标题 也是文案的设计 吸引买家的一些消费者的一些眼球 产品的亮点 优点在哪里 在这儿 很大 他会把突出的重点 然后放了很大 也是他的一个卖点 首先呢 他要有这样的一个logo 是谁家的一个产品 那么第二呢 我要是加大力度 然后吸引你 主标题 可能会放得很大 半价优惠 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呢 他这边还有些负的标题 也是商品的 或者说产品的一些属性 全场的单品 这个你要 很明白 他指的不是套餐 他指的是一个单品 半价优惠 全新的一天 有这样的一个软文 全新的生活 全新的我们 然后这是新装开业 所以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优惠 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 这是促销的一个海报 第一呢 我告诉消费者 我是新装开业 第二呢 我出现这样的一个活动 全场的单品呢 半价优惠 你来我这用餐呢 然后我会带给你怎样的一种心情 全新的一天 崭新的一天 从这样一份比较美好的早餐呢 或者是早餐去开始 同时呢 它在这个下面那个小的部分呢 也会有一些类似副标的 电面大鞋盘 菜单的大革新 整个人我这个菜品都会有变化 有新的东西展现给消费者 然后也会有这个时间地点 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二维码 尤其做这个后台公用账号的平台 然后呢也是很重视这个 很多的时候呢 它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二维码 你关注以后呢 它会不定期的给你发一些优惠的东西 然后你随时随地呢 就可以查一个很方便 这是这张海报呢 就是设计的比较中规中矩 也比较全面 基本上呢 这五个元素呢 它都包含了 这是它的商业海报的一个特点 那其次来说呢 我们也会特别突出某一项 有可能不是我这个产品 像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张海报呢 就是可能是一个 新闻的APP 这样的新闻的一个APP 百度新闻的一个APP 那它更多的时候吸引我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会觉得这个 先首先看到这样的一个兔女郎 是这样一个兔子 然后其次呢 这里有这个导饰嘛 胡萝卜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特效呢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 也会给大家讲到 其实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固件这些胡萝卜 这样的一个轮廓 然后把文字粘贴进去 然后再隐藏其他的部分就可以 也是很简单 这个在photoshop里就可以实现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猫 然后那它感兴趣的可能是这个鱼 然后最吸引人的可能就是这个文案的这一部分 比起那些同事之间的家长离短 它更懂我 这个文案让人看上去 读上去就很舒服 然后寓意也比较深 这个就是比起那些臭男人的夸夸戚谈 它更懂我 新闻嘛 然后这个时候呢 蓝色和这个它手机像这个蓝色一个对应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深色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范围中的蓝色呢 很强烟 还有配备这样白色的一个文字 很清晰可以看到每一条新闻都有价值 智能推荐 致你想看 然后这些呢 是一些细节 新闻包含的一些方向一些元素 这个就是说我可能会突出在文案上方面呢 在这个主标题上面的主标题更下一些功夫 在下面这张海报呢 就是电庆的一些海报 那么电庆的海报呢 它突出的更是这个主标题 那么几周年呢 我会在这儿 在这个自己的数字 阿拉伯数字上做一些文章 然后下面呢 有这个周年庆的一个主题 这样的一个主题 美英九年 现在升级 一般可能做这个海报也可以 然后在市场里做一些调棋 碰托这样的周年气氛 再往下面看呢 我这个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图形 因为它的文字的部分很少 但是少不代表这个传达的内容不精准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坠出了许多的东西 但是就怕你坠出了之后呢 画面很满 但是却没有一个重点 这个是我们做设计的最大的一个缺憾吧 就算是 它没有潜在水里 却带了一个这样的涌镜 然后有这样的在水里生物的金鱼这样产生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尿容 然后我们在好奇的同时 在这出现了一个英文 单词 look about 看什么 然后 我们也奇怪 好奇这个是在看什么呢 然后紧接着在下面 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字 下换拍 然后精选五折起 可能是服装 是这样的 很吸引人 我们首先看到这张画面的时候呢 也是会去给自己造成一个疑问 这个究竟是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 然后在这个地方 看 拉视线 在这个地方 在那平视的这个地方 它会引到这 这个部分来 焦点会在这里 出现 重心呢 你会感觉是在它这个下面 这一块 尤其是它压上了这条鱼 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块分 显然成了一个重心 然后它最关键的内容呢 也会放在这里 也有这种方式的一个出现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 就是颜色上的一些 对比红色 然后很明显的就突出了 当然我上面这个主题 或者是复标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也会在这样 借用这个红色去出现 这是一个招聘的类的一个海报 寻找与众不同的你 配合这样的一个图形 也不错 这个呢就是 时间 月份 要搞活动 是什么呢 VIP对 会员日 然后会员专享 全场 88折 当然你 如果是我做的话 我可能会在这个部分呢 去加一个点 因为如果你不加的话 也有可能会 对造成误解 88折 这样也可以去念 尽量去减少一些误解 直白的表现方式 有可能会更让你这个促销 效果更好 下面的这些呢 也都是一些 彰显这个 主题的一些海报 那么它就是说 用在百货的一些 商场百货 一些开业的时候 会用到 这里边其中的一些元素 像二重电地啊 然后 狼转啊 这是一品牌 是吧 餐饮 服装的品牌 然后餐饮的品牌 然后有哪些生活上的一些服务 优衣库 杰克军斯 去城市 等等 这样麦当劳肯德基 购物 儿童休闲 然后一体 都会在这 这是开业的一个海报 这个主要就是 用一些什么样的颜色去配比 这个是很关键 然后呢 这个效果 就是立体这个效果 也很简单 也不是很复杂 在这个 AI里呢 就可以实现 你拍完 拍完以后 然后在这有个3D 熬出个斜角 就可以出现这样的效果 到后期呢 你可以到这个 Photoshop里去做一些 调整 这个最后的这张海报的这个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本身呢 也不是 绘画画的人 但是我会看到绘画插画的这种就很羡慕 因为他 因为他 插画他是海报是一个什么特点 他完全可以参照你的文案 然后去画相当匹配的一些 嗯 图形出来 然后去让你这个海报呢 特别的有重点 特别的有重点 也特别的切合实际 这是这个百度云摄像头 还有这样一个文案 天天出差 家有某种放不下 二老神嘛 是吧 孝兴犬自己在家 怎么办呢 这样我带了一个摄像头 嗯 一致摄像头 随时随地我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非常 不错的一个海报设计 这就是商业海报的这些组成部分 然后下一课呢 我们会从这个 嗯 商品图 开始给大家的 细致的讲解 商品图是怎样的一个处理方法 然后怎么样的一个修饰 会拿一些例子 然后做一些试操 希望同学们到处收听 到时顺时收听吧 然后这一课呢 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一课再见